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嗎 我們那天啊 我還在看一些現在的大學生 然後我就覺得大學生跟我們當時 離你很狀態 這也是 然後我也覺得他們 跟我們當時好像很不一樣耶 對啊 我們這樣離大學生活都幾年啊 十五年 二十年 我們要了解一下 我們不能跟社會脫節 我們不能跟社會的下一代動糧脫節 應該是說你一眨眼 你的小孩就上大學了 所以你要多了解一下 要萬一他們其實也不是很那個 所以可能不會上大學 這真的很難說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邀請了兩位 代表不同學校的留學生來看一下 他們現在的留學生活 大學生活到底是怎麼樣 跟我們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BC之光的 UBC跟SFU 對嗎 SFU 嗨 你是學姊來著 我是學阿姨 我們今天的這個 Mercedes-Benz Richman的贊助這台車呢 其實我覺得 它跟它的那個新的系統是有關的 它好像是什麼Mile Hybrid 對啊 它是 什麼 輕 混合 動力混合系統 喔 對 我覺得好像很特別適合年輕人的感覺 年輕人 我們啊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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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們來到了北美最美的校園 你知道哪裡嗎 猜到了嗎 就是UBC Yeah 拜拜 我們剛剛這樣逛了一下UBC 我其實今天是第一次認真逛UBC 以前都是有目的 因為已經太大了 對 是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美啊 而且好大喔 所以孩子都在幹嘛 對啊 每天都不用上課 然後這邊走走 那邊晃晃一下去海邊騎腳踏車 多開心 好像事情 就是很難專注吧 我猜 不過沒有啦 我們這個不能由我們說 我們邀請 最懂UBC的UBC打人 嗨 嗨 James 有點眼熟喔 有媽姐 有發現嗎 有有有 好久不見你更美了 嗨 你今天衣服好可愛 哪裡買的 就是那家 就是上次那家 然後我們的贊助商Quartress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 你看是不是很美 可不可以請Jane自己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Jane 然後我是UBC開學大三的學生 然後我的Major是Agent Study 我是一個想當警察的溫測留守兒童 喔 警察 對 好厲害喔 真的耶 請問這附近有地方可以坐一下嗎 真的太有一點大 那個阿姨類的 阿姨怕帥 可以去那邊 在那邊還有音樂 OKOK 所以我們這樣子鬥了一大圈 請問你阿 你是SFU的對不對 對 那這樣子跟你的母校 UBC跟SFU 你覺得有什麼差別嗎 差很多好不好 氣氛很不一樣 氣氛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大小也不一樣 而且一個在山上 然後一個在海邊 就 完全 我覺得那個氛圍 然後 也 我沒有要說SFU不好 我也是採光有點差耶 我覺得 就是心情是真的會不一樣的 對 SFU覺得好冷 好寂寞 不過其實你畢業有一段時間 所以也有可能 人家現在不一樣 對對對 其實畢業有十幾年也沒回去 所以我覺得說不定 現在SFU也改變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要找一個 SFU代表我的學弟 聽說她是SFU的頂流男明星 我來看她多頂流 我曾經也是 不頂流女明星OK 我們請來Win 嗨 嗨 我們要那個 嘟嘟嘟 又頂流男明星嘛 哈囉大家好 我是Win 然後現在在SFU讀大二 然後心理學專業 自我介紹的話 我就是SFU的 要不是介紹完了嗎 對 我就是SFU的頂流男明星 為什麼 為什麼 誰幫你取的 我是被黑紅的 對 我是被黑紅的 黑紅也是 黑的理由是什麼可以說嗎 黑的理由就是 我的發言過於激烈 對 黑生意都啞了 很激動的一直發表言論 對 每一堂課看到舉手 總之呢 我們現在人員到齊了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 好好的聊聊 身為留學生 到底有什麼不同 嗯 所以我們今天就正式請到來自SFU還有UBC的學生 然後我們剛也是參觀了一下校園嘛 對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要來了解 對 你是SFU頂流男明星 你是UBC 對 而且最特別的是 Jane說想當警察 所以我們等一下想要來 下一集再跟大家好好討論 對 那我們就下一集 期待他們兩個會爆出什麼料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你是哪裡的留學生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我們現在要解更多留學生的生活囉 感謝大家收看 當然也感謝我們的贊助商 要記得點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還有在下面留言 你是留學生嗎 你是學生嗎 可以在下面跟我們分享你的校園生活喔 掰掰 跟我們分享一個空間 還有在下面留言 做一些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 在下面留言 做一個小段留言 按讚 按讚